上次講到,艾虎和張炮勞見不停拔刀相助, 幫助胡小記朝奔打出倚春園,殺死了個掌軌廖廷貴。 當時胡小記就過例, 如果不是兩位恩公前來幫助,我們兩個就有性命之憂。 請問兩位貴姓大名先鄉何處呢? 艾虎說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,我們現在打死了人, 你跟我來,有說話慢慢講。 於是艾虎在前,他們三個在後,走了很久, 看到後面有幾個人跟著來,你猜誰呢? 原來是倚春園的伙計看到事情不料, 找到地方上的保證,慢慢跟著來,看看他們去哪裏, 然後去軟牙那裏告狀。 只不過剛剛被艾虎這麼證明就看到了, 艾虎就他們三個說, 你們先走,我在後面斷後,於是拔出一把刀, 對後面跟著來的人說, 喂,你們這些人想死是不是? 跟著我們來,如果你跟著來, 我全部殺了你們一個不留。 哎呀,那班人聽我這樣說,知道不好了, 馬上轉頭就走。 後面的人一走,那些地方保證都不敢跟著, 艾虎一直都看不見他們,然後追回他們三個人。 好了,臨到艾曼,前面有一片黑黑暗暗的遺堂, 還有盧偉堂,艾虎就說, 各位,你看看,這裏就是一片盧偉堂來的。 吳小記說是呀, 喂,這樣吧,我們進去裏面聊聊天, 那裏就比較靜些,沒有人發覺的。 於是,各人分開了盧偉,一路走進去, 走到裏面還是站得住腳, 坐下, 喂,胡小記就過來向艾虎和張炮行禮, 喬斌也過來向艾虎行禮。 他們張炮說, 哎呀,仙頭真的有點誤會了你,請不要見怪。 張炮說,不用這樣了,起床了, 哎呀,你不用跟他叩頭了。 老實說,如果仙頭不是二太贏過, 你早就沒有命了。 艾虎就找雙眼挖了。 儀小記還未領教各位尊姓大名, 艾虎說,我姓艾的,叫艾虎, 人家叫我小義士, 這個就是我結拜兄弟來, 他是第二的,姓張的張炮, 人家叫他勇金剛。 小記說,哦,那你原籍是不是杭州那樣呢? 艾虎說,是啊,你怎會知道,我是杭州霸王莊人。 各位,艾虎自從在開封府出手之後, 總是不說自己是杭州人。 現在被人說出了,說自己是杭州的, 最好承認。 於是他就說,是啊,你怎會知道呢? 胡小記說,我說那個人,看看你認不認識呢? 就是賣茶堂的姓胡的。 艾虎說,哦,他是我舅父來的。 胡小記說,他是我父親啊, 這樣說,你就是我的表弟了。 艾虎說,啊,那你就是小記表哥啊。 原來艾虎四歲的時候,父母就死了, 跟著他舅父來道日。 那時候這個表哥就過繼給他舅父了。 那個姓胡死了,艾虎才只有六歲, 又在宿伯舅父的家裡, 一直到十三歲, 在霸王莊那裡幫人賣茶。 他就知道有個小記表哥, 只不過就不認識。 他說,現在一見, 大家趕起上來,認回表親, 只不過大家都很傷心。 因為上一輩人死了, 於是有個表兄弟走過來, 大家都悲喜交加啦。 艾虎就問了, 我現在想問清楚這件事, 那間酒家,你們跟他們有什麼仇呢? 胡小記就將以往的事情說了一次, 艾虎就將喬小記、張炮叫過來, 大家見過你, 說了姓名之後, 那又, Sm貓旮, 嘿! 忽然之間, 外面遠遠的, 一陣大亂, 嘻嘻嘻嘻嘻的! 有人說, 當然在裏面, 進去找個沒錯的了, 有些說, 六條人命的, 十二個受傷, 當然走得沒有多遠的! 一路追進去就是了, 怎麼進去那裡呢? 講一下講一下不進來,一路向大路追了下去, 他們四個人在裏面又等了半天,外面沒什麼聲音了。 艾虎就說,現在他們走了,沒什麼事的了, 你們兩位想去哪裏呢? 吳小記說,我在這裏都住不下去了,要走的了。 喬斌說,我們想去商陰院,艾虎說,二哥回家,來家不是多遠。 如果晚上頭走路,日頭住棧,那就好些了。 因為這裏,我們打掃了幾條一鏡,他當然是派人到處捉兇手的。 如果日頭走路,遇到警察,那就還了。 要填命的,張炮說是呀,都是這樣才行,我們要小心點。 只不過這樣,現在剛剛見面,大家又要分手了。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再見面。 潛崩說,不如大家結拜兄弟,然後分手,日後見面都親近點。 這裏,艾虎說好,就是這樣。 我們論一下年紀,看看誰做大,誰做第二,誰做第三。 於是,論一下年紀,胡小記最大了。 那裏,喬斌是第二,張炮是第三。 艾虎算是老四了。 於是,三個人,拿三條茅草來當香,向北面扣了頭。 大家就按著次序,互相扣了頭。 然後,胡小記就說,老表弟,你又想去哪裏呢? 戒虎說,我要去娃娃谷。 胡大爺說,你去娃娃谷? 喂,你去做什麼呀? 戒虎就將那些事情說了給他聽, 說明為什麼要去娃娃谷。 喬斌說,如果是這樣,不如我們一起去吧。 戒虎說不行的。 如果一起去,被人看出了,這樣就不妥了。 我看,還是各走各路好了。 大家小心點。 我去娃娃谷,都要運路走。 張炮說,喂,這樣吧。 我的銀兩呢,全部在那間客棧,那間伏勝店那裏。 我說,怎麼回去拿呢? 喬斌說,用什麼拿呢? 我剛才拿了很多錢,這裏大把銀。 於是,就把鈔包解開, 把黃袋拿出來。 張炮說,那傢伙他不要,我們要嘛。 你們看看吧。 喬斌說要什麼呀? 你的黃包袱不是碎筒爛鐵來的? 不是呀,你們先看看吧。 打開一看,可以一包一包好銀白雪雪。 喬斌呢,就將怎樣打死廖廷貴,然後拿了銀,說了一次。 艾虎說,既然是這樣,大家分都是用啦。 說完之後,就分銀啦。 分完銀之後,就分手啦。 告別的時候,大家都再三吩咐。 你拯捉我,我拯捉你。 喬斌押,艾虎言帝。 你去嘩嘩谷呢,都要運路走才行啊。 你這樣啦。 先和我們走一段路先。 艾虎點頭答應了, 那張炮呢,就一個人去啦。 好了,到了第二天天歌, 就找一間客棧來住。 因為他有在身啦。 所以呢,就喝酒啦。 吃肉啦。 真是喝到沉醉東風。 晚上呢,又吃晚飯。 吃完晚飯之後, 什麼給錢? 給了錢之後呢,就起床,起床了嘛。 因為上面講過, 夜晚頭就走路日頭住棧的嘛。 好了,夜晚頭走路當然要小心點啦。 只不過這樣,沒有遇到什麼麻煩。 那天呢,就回到家, 就先問到馬龍, 將在以春月的事情, 一五一十講了給他聽。 馬龍一聽, 哎呀,怎麼這麼危險的事情都這麼搞的啊。 哎呀,不是啦,不是啦, 你在家裡休息幾日, 不要出門口啦。 要小心點, 看外面有什麼風聲才算。 啊, 張炮呢, 照他的主意, 躲在家裡, 誰不知, 若要人不知, 除非幾莫為, 還是走路的風聲。 一傳,傳到岳州府, 因為打死了人嘛。 岳州府的知府呢, 這個貪官來, 姓沈,叫沈傑。 人家叫他沈不清, 那個沈傑呢, 有個舅仔, 姓淮, 叫淮宗。 那些人叫他做淮宗, 可知他是什麼人來的啦。 這個家伙呢, 賜著那個姐夫是知府, 在外面, 收羅了一幫無業遊民, 胡作非為, 哎呀, 搶人家的良家婦女佔人田地。 哎呀, 人家做生意的, 搶了人家的生意來做。 只不過這樣啊, 講文, 打官司, 不是他的對手。 因為他姐夫做知府, 誰是他的對手呢? 如果講武的呢, 打架, 又不夠人多。 所以, 一年前, 他去張家莊, 就看上了這間酒店。 這間這樣的東西呢, 以春園啊, 前後雅房, 整五六八間房那麼多的, 後面還有花園。 當時呢, 他就想佔了人家的啦。 手下的人就告訴他, 喂, 這家人呢, 不是那麼好欺負的哦。 他有錢有勢, 不是那麼好玩的哦。 現在, 有這個壞總, 整天這樣搏他, 跟他出主意。 他說, 哎呀, 現在華容院的以春園, 出了六條人命, 那四個兇手都走了, 其中兩個有名有姓的, 有兩個無名無姓的, 一個黑麵, 一個藍麵, 明天, 大爺, 你, 去一下, 跟他講一下, 說借他間房來做生意, 他一定不肯給的, 你就講了, 以春園黑麵那個呢, 就是他, 這樣的話呢, 他一定會害怕的, 那你就得手咯。 他如果不答應你, 就鎖起他了嘛, 放些東西咯。 說那窩床殺人犯, 那這間酒店, 你就可以拖手而得了。 壞總一聽, 哎呀, 好東西好東西, 果然不洗得, 喂, 那我明天就去找他了嘛。 剛好得這麼巧, 壞總屋企呢, 有個家人是姓張的, 叫做張有益, 他屋企呢, 雖然不是很寬裕而已, 這兩三代, 都受過張百萬屋企的好處的, 他一聽到這件事, 就馬上去張家莊那裏, 告訴張炮聽, 張炮呢, 打賞二兩銀給他, 叫他一定要保守秘密。 好了, 麗布信的人走了之後, 他就馬上請馬龍來, 如此者般般, 說了給馬龍聽, 馬龍說, 如果壞總來到, 我見他, 看看談不談得到, 談不談的話, 打死他, 結果他的性命, 和這一方除害。 張炮說, 我見得好吧, 馬龍說, 不行, 你不要見他了, 你的人粗魯些, 還有我去見他, 打定主意, 等明天, 好了, 到了翌日下午, 那個壞總, 果然帶齊一班人來, 有人進來報告, 馬龍叫他請, 家人出去, 一陣間, 那個壞總就進來了, 馬爺就出外面迎接, 兩個人見了面, 馬爺一看, 這個人是一面奸相, 真是短命鬼來的, 心想一下, 嗯, 你這條人好事多為的了, 早就已經心頭有痕了, 馬龍勉強地跟他拱拱手, 壞大爺, 小弟有禮了, 壞總, 算了, 大爺都死了, 講完之後, 請進師房, 喝茶, 壞總就問了, 尊公, 你貴姓的嘛, 馬龍說, 小弟叫做馬龍, 壞總說, 那這樣, 我們兩個就素不相識, 啊, 你把姓張的那個人給我叫出來, 馬龍說, 實不相瞞, 姓張那個呢, 是我結拜的弟弟來的, 他呀, 不在家裡吧, 壞總說, 不在家裡, 我告訴你, 他不見我就不行, 見了我, 還好華為些, 那你知道嗎? 馬龍說, 有什麼話, 你講給我聽就行了, 他回來啦, 我一定講給他聽的, 我壞總說, 老實告訴你, 他出了問題啦, 如果他出來見我, 我們兩個有交情, 我可以跟他搞定, 啊, 如果他不出來見我, 大禍臨頭, 你這裏悔之晚熱, 只不過這樣, 喏, 他現在這間屋呢, 是我的屋來的嘛, 我和你相好啊, 和他相好啊, 和他相好啊, 以前呢, 就不好意思講的, 他就住了二十幾年的啦, 現在, 我家人多, 枉少, 不夠住, 想叫他還回房子給我, 馬龍說, 喂, 他這間屋呢, 我知道, 是他早傳下來的嘛, 這樣啦, 我看, 你都無謂這麼多啦, 如果, 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話, 喂, 你要戴眼識人才好嘛, 如果你想哼喊勒渣, 你就儘管打聽清楚, 哈到我們頭上來就不行, 啊, 你如果今天這樣做, 你就米洗脂出門口啊, 啊, 那壞總一看, 嘩, 那馬龍怎麼說的說話呢, 三十六計走為上啊, 於是等等聲, 向外就走, 那馬龍就立刻追出來, 一手, 拿著他, 一舉, 舉進來, 唉, 然後他頭向下, 那個壞總, 哎, 啊, 不, 不這樣啦, 不這樣啦, 是, 外面呢, 壞總是有班人帶著來的嘛, 記得講情況, 就個個進來看啦, 馬龍啊, 你們這幫人聽著啊, 你們來這麼多人都好, 如果要打的, 你們可以一起上來, 誰敢, 那幫人呢, 個個拿著短棍鐵尺的嘛, 把我衝上來打馬龍, 馬龍於是就舉起壞總, 當兵器那麼用, 喏, 你們不要打啊, 如果你打, 我就將他當兵器, 來跟你們交手, 嘩, 那個壞總一聽聞講的感覺, 哎呀, 哎呀, 不要打, 不要打, 馬大哥, 你放個個啦, 對不起, 你放個個啦, 底下那幫人聽的感覺, 誰敢上前打啊, 馬龍就問那個壞總, 嗯, 你還知道求饒啊, 那你還要不要我們這間屋, 啊, 不要啦, 不要啦, 那你真是不要了嘛, 吳春兒的事情, 你還來不來, 嘩, 嘩, 啊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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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衝口無憑, 這樣啦, 我放你下來, 你才給我寫一張字句, 啊, 啊, 我, 啊, 我寫一張字句給你, 保證你無事的就是啦, 馬龍啊好, 既然是這樣, 叫你的家人拿紙筆墨給例子,你會寫字嗎?會的。 於是,馬爺就把壞種放到地上,一放到地上,怕他走向他身上蹬,一坐坐下去。 哎呀,怎知那個壞種,正所謂是朝朝暮暮棉花縮樓的人物來的,氣虛血藥,馬爺這麼大隻,一坐坐下去,又重了,坐到那個壞種,他哪能經受得住啊? 呼呼哀哉,也伏為上響,死了啦,是啦,又打死一個,這件事更加複雜啦,欲知後事如何,請聽下回分解。